截至今天早上8点,广西湖中含藤县的住宿的56位旅客家属,共计305人,设计52个家属。 东航在广西湖中共派遣了161名家属专班的工作人员,当地也派出了大量的专班工作人员。 我们双方仅仅配合,对旅客家属开展了全程的服务保障和安抚的沟通。 在指挥部的统一安排下,已有200公名旅客家属前往事故现场。 自今天起,东航和各地政府工作人员将对所有的旅客家属进行一对一的议问。 包括在湖州、昆明、广州及其他城市所在的旅客家属,我们也成立了信息统计的专项小组,持续收集和更新旅客家属的各项诉求。 尽量尽量尽最大的努力,服务好,保障好,各位家属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